我們一起努力 我們也歡迎今天的第一個講者 葛如君 葛博士 在葛博士準備的時候 要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今天全程網路直播 所以後面這個所有課程 現在都是網路直播的 謝謝 我們要先去看 我們要先去看 錄下來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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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一下 稍微等一下 这个中间的同一幕 我们现在的科技有时候还没有办法发达 以后应该这样 他就打开了 在这样的一天来云之前 我们可能还是需要碰巧一点 叫做遥控器的东西 来遥控它 那正好也后面还有一些长官 正在进场当中 所以 总之 再稍微等一下下 需要一点时间 那没关系我们前面呢就先看一下 侧面的一个荧幕 让灯光先稍微帮我调暗一点 那特地准备了一个重低比较明显的 一支影片 希望能够给大家的这个中午用餐后 能够带来一点点协议快速流动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支影片 这支影片 这支影片 它一边在放音效的同时 它的上面拉下来 其实里面是一个虚拟实镜眼镜 在这个虚拟实镜眼镜里面可以看到跟电影一样大 其实你觉得你在电影院里面变成这样的一个size的一个video 你以后看电影都在车上在家里随时都可以 那你不想要看东西就把它拉起来 它就变成一支音效非常好的耳机 大家觉得这是未来世界科幻电影吗? 这是去年的产品 今年的CES才刚结束 这个产品出了第二代 刚刚看你还是觉得它有点傻傻 上面有个厚度 感觉好像以前我们的那个很多手机都很大只 今年的第二代的产品已经在CES展出 各位很快就可以买到 看起来跟各位家里的小孩子戴着那些很大的耳机 很酷的设计 很薄的一个边框 是一模一样的 你根本看不出来 它其实就是一个影幕在里面 它这个前面呢 其实它用的是微信通影机的基础 两百万个小镜子在里面旋转 然后透过两个左右两个不同的projector 在很小很小的地方 去打出一个非常high resolution 跟IMAX一样的大的一个画面在你的眼前 我们再看这块 这个人在玩游戏 它在虚拟世界里面 但是它可以在真实世界里面 步行 转角度 射击 跳跃 那这个东西呢 已经在群众物资平台上面获得非常巨大的成功 也已经发售了 这样的产品也在世界各地展出并且发售 这样子一个product 它可以让使用者或玩家或各式各样的应用 它可以在里面不只是眼睛动 头转动 它的手部的一些操控 甚至你全身的跳跃 它很动 都可以被数位化的转换到虚拟世界里面去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影片 大家可能会觉得 哇那些装饰都很贵啊 那个耳机可能哇要几万块 我们来看这个 现在的做法是什么 把你的手机当作是一个 HIRES的路线高纤细度的萤幕 来投射 全虚拟的画面 当你需要讨讨论视频会议的话 你的手机壳本身就是一个虚拟实镜眼镜 因为虚拟实镜的眼镜里面只需要两个最重要的元件 一个就是透镜 让你的视野可以看到萤幕里的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高解像度的萤幕 那各位手机的口袋里的手机其实到现在都已经是非常高解像度的萤幕了 这个4HD啦 2K 4K 越来越细的解析度 未来你可以在你的口袋里面 拿出一个东西就可以进入虚拟世界 那虚拟世界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你可以逛商城 你可能可以看电影之外 到底还有什么 这是目前一个叫做Janus的一个平台 它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指数形态的发展 就跟当年的Second Life 还有现在小孩子在玩的这个叫创世神 有人听过我是创世神这个游戏 你举手一下好不好 有一些家庭小孩子可能比较活泼 其实创世神在国外 创造了几亿美金的标准收入 它是被微软给并购 那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 它其实像当年的第二人生一样 你可以在里面上网 你可以在里面听太痛的演讲 你可以在里面上课 你用你的手做一个手势 你所有的手势都会被数位化的虚拟 到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去 你想要跟对方打招呼 你想要开一扇门 像小铃铛一样开个任意门 在虚拟世界里面流动 完全不受实体世界的控制 你到演讲厅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演讲厅可以这么大 你觉得萤幕太高了 你可以自己移动你自己的身体 到萤幕的高度 但是而且呢 在虚拟实际的装置里面 它会直接投射两眼不同的影像 让你感受到的影像是立体的 也就是呢 你感受到的是真正的一个 有远近关系的一个虚拟世界 跟当年我们在一个小小的萤幕 17吋19吋里面感受这些东西 是完全不一样的 外面正在下着雨 出的太阳 你在虚拟世界里 你可以刮风 台风 随便 所有的事情在虚拟世界里 可以完全被重新设计 你可以在里面认识朋友 你可以在里面移动到任何 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那你可以在里面看到 小朋友现在最热门的 在玩的这个所谓的创世神的游戏 他们在里面盖的房子 然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一扇门 去建立一个虚拟空间 好 这个影片呢 我就不把它放完了 只是希望让大家稍微能够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讲的虚拟世界 已经不再只是所谓的Internet 不再只是网站了 接下来 很短的时间内 一年两年 即将这些东西都会变成我们的小孩子 甚至是各位 也许过两年 五年的口袋里面就有了 就像以前我们都会觉得 手机是年轻人的东西 智慧型手机是年轻人的东西 Line是年轻人的东西 但是很多事情 会在很短很短的时间里面去变化 那各位呢 应该看到我们的桌子的旁边 或者是某一个位置 有一个这样子的眼镜 如果现在还没有放好的话呢 也许戴个大家就会看到了 这样的眼镜呢 其实我这里也有另外一个版本 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去年Google 发现了这个VR的一个趋势之后 他们决定 他们思考 怎么样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 让任何人都感受到所谓的虚拟世界 所以这个东西的原始版本 叫做Google Cardboard 也就是所谓的Google纸板 Google Cardboard VR 这样的一个Cardboard呢 实际上它的成本两块美金 但是呢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它口袋里的 智慧型手机里面塞进去 一塞进去了以后呢 它就会把萤幕分成两块来显示 给你看你的左眼应该看到 画面跟右眼应该看到 你就进入虚拟世界 那旁边甚至还有一个按钮 你在操控的时候 你想要做一个click的动作 因为你按不到萤幕了 它旁边还有一个磁力的设计 你扣一下 就相当于是一个click 任何人的智慧型手机都可以塞进去 它有不同的size 有些人是note或什么的 我们今天买的版本是标准版 所以太大的手机 可能暂时还放不进去 可能可以跟旁边交换一下 不同的手机来测试 这个呢 是Google官方的video 来告诉你 其实所有这样子的虚拟洗净眼镜 可以透过一个纸板 透过折纸来完成 中间两个透镜 就是让你可以看到 左右两边不同的画面 你可以透过头部的转动 来选择选单 来看任何一个你想要access的content 在这里你可以随时走进世界上任何一个皇宫或花园 你左右也看到会是一个立体的影像 你左右的转动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花园里面所有的画面 在现在呢 我们的技术还没有办法达到你在这里走动的时候就像你在那个花园里面走动 但是其实已经有产品即将要release出来了 那我在这里还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太多的秘密 因为还要往直播 但是呢 很快就有很多的技术可以让你在虚拟世界里的移动互动 不只是头部的转动 手部的操作 可能甚至还要你身体全身的一个互动都可以直接进入到虚拟世界里面来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刚刚的一个一个所谓的拍场 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虚拟世界 已经不再是各位所认知的 只是在一个荧幕里面的世界 或者是只是在一个网站网页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定义 所以虚拟世界定义即将在这一两年 非常非常快速的被改变 进入到我们刚刚所讲的真正的versual reality 这个被讲的三十年的词汇即将在今年 最半明年走入每一个人的家里每一个人的口袋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讲的是这两件事 第一个指数型的时代跟虚拟化的浪潮 那我是葛如君 我有个外号叫宝博士 因为有人说我长得像某一个以故 以示歌手张雨生 张雨生的外号叫小宝 那我后来拿了一个博士学位 大家就说宝博士 那我个人有一些相关的经历 曾经在日本做过博士后研究 那开了app公司 那各位如果有安装过一个app叫 摩斯汉堡的订餐服务叫Moss Order 那其实就是我们公司所设计 那当然我们也参加了一些 像startup leadership program 一个全球的创业家的网络 我在台北是去年的一个年度执行长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细节 包含我的背景呢 其实是文学 art 然后到后来念传播 然后设计 然后之前是在台大的资讯网络 以后都是研究所拿到的是资讯工程的博士 那当然中间做过很多有误正业或不误正业的一些事情 那后来到日本青衣大学做设计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 那前阵子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齐延大学 他也会介绍 那我目前在台北科技大学担任专案处理教授 那我过去做了一些研究 发表在国内外 那也曾经当过不专业的部落客 08年撰写部落客文章爆孔 获总统接见兵入府两次 然后握手这样 然后app公司的创办人 我刚刚没有笑是你们在笑 就是我们推出了一些小有知名度的一些app 包含这个09年我们推出台湾史上第一个 让年轻人可以更方便在手机上看正媒的app 那这个造成也没有到万人空向 在手机排行榜下载量之第一名 我们后来做了台湾第一个LPS location-based的一个这个社交服务平台 叫做Linguish 后来把技术转移到摩斯汉堡企业 去帮他们做一些定材跟社群 我们也帮陈平书局做他们的数位会员堂 那我曾经做了一些科技技术创作 然后上了一些小小的电视 然后在咖啡店里面学张女生唱歌了 那当然因为我是资工背景的 我也参加过了很多的所谓的嗨客松 待会这个唐凤会跟各位介绍什么是嗨客松 那在这里面连续几年 有稍微获得一些奖项 那在日本清一大学的基本上呢 我们在那里是看着他很未来的东西 有多未来呢 我所师从的这位先生 Masahiko Inami 他在日本的一个外号叫未来先生 先生就是先生的老师的意思 他曾经他中大毕业 然后到这个MIT Media Lab Masahiko Inami 学院去做这个所谓的 Visiting Scholarship 那他最为世界所知道的叫这个作品 这个研究叫隐形斗篷 大家看得出来吗 他只要一穿上这个斗篷就像哈利波特一样隐形了 那他甚至呢 可以让一些 透过一些机器视觉的一些互动 让机器可以直接看到 人体里面的一些影像结构的位置 位置 那Inami呢 现在也把这个技术用在 所谓隐形或穿透的这个技术 用在所谓的汽车上面 大家开过车都知道什么A柱B柱 很容易挡住你的视野 如果汽车对你而言可以是隐形的 那该有多好 那这个也不是科幻小说的 这是一个Real Time Devil在开车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你的车子外部的一个角落 就完全不会有死角 也不会有小朋友在那里玩球 不小心A到你或被你A到 那所以其实我在那边已经看到了很多的所谓的一些未来研究的概念 那我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未来这个字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在中文里面的未来其实不代表了一个疯狂的想象 或者是一个没有道理的一个一个所谓的科幻 事实上未来在中文里面我们所预告的只是说它会来只是还没有来 那会来可是还没有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虽然它还没有来但是有一些即将要来的东西是我们可以预见到的 那去年呢我们现在还在交界所以我还有点不习惯 去年呢我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这个所谓的这个学校是由两个很厉害的单位所共同设立的 叫做Google跟NASA美国太空走出 以及很多其他很厉害的公司包含Nokia Cisco 他们所共同设立一间学校叫做Singularity University 中文呢我们把它翻译叫做起点大学 那起点大学是什么呢它非常特别 它是由刚刚讲到的这些特大科技公司在2009年成立 坐落于矽谷的心脏Mountain View三井城的一个NASA Amps Research Park 所有请来的教授都是矽谷一等一或全世界非常知名的一些专家科学家 包含诺贝尔想得主Berkeley的大学教授 矽谷的创业家一个非常有名的一本书叫金石创业 Lin Starlab的作者 这包含两个创效者都是非常在美国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是哈佛大学医学博士 Express的创办人Peter Diamandis 跟一个非常知名的未来学家 他目前是Google全球工程总监叫Ray Kurzweil 那当然我们的校区呢坐落于这个所谓的NASA 就是所谓的美国太空种族的园区里面 当然也会有一些讲师来自NASA 所以包含太空人 那当然因为Google的关系呢 我们也可以请到非常厉害的 包含这个网级网路支付 Google的现任副总裁 来跟学员 来跟整个这个教学的内容做互动 那这样的一所学校期的大学呢 被很多的媒体下了很多很有趣的标题 包含台湾这边下的是全球最聪明大学 但是在美国呢他就说全世界最厉害最酷的一个学校 那甚至是所有最厉害的头脑都距离在一起 那甚至CNN美国是说 As Singlarity University may well be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他认为所谓的未来的高等教育 其实是向起人大学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中国呢也派了几个人已经过去过了 那我是第一个台湾过去的人 那集结各自研究理最顶尖的科学家 那这样的一个地方除了刚刚我们讲的一些很有趣的背景之外呢 其实也创造连结了一些很有趣的事 像这张图呢大家看起来没什么关联 包含左边是一个年轻人喜欢的乐团叫黑眼痘痘的一个团乐 非常知名的饶蛇歌手 中间这个叫隐心艾西顿酷吉 戴米摩尔的前男友 在Steve Jobs的这个电影里面饰演Steve Jobs 那赛斯格林也演了很多部的电影 这些人明星跟我或跟齐检大学有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他们都是齐检大学的学员 那也在齐检大学里面上过课 那我去了以后呢 就不好意思就变成他们的学弟 他们就变成我的学长 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也被联系在一起 包含这一张图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世界可能是前100大的公司 包含壳牌石油Spring高通Nokia 还有一些很特别的不是科技的公司 Hershits 荷喜巧克力 道琼 然后这个Cocacola 不用讲Google Autodex 这些公司呢事实上也都一样 他们的高阶主管都曾经在这里上过课 都在齐检大学成为他们的学员 齐检大学呢有两大program 是他们也非常知名的program 一个是executive program 一个是这个innovation partnership program 这些program呢其实都在帮助 不管是企业也好 明星也好 都在帮助他们去预见未来 那去年我非常有幸的 参与了他们创校以来最重要的一个program 叫做graduate studies program 成为台湾第一个进入齐检大学就学的人 那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从创校以来就有 而且是时间最长的 这个整个流程呢是十个礼拜 这样子的一个program呢 跟其他program比起来有什么不同 事实上可以用关键字来描述 这看起来像密码的东西 其实是一串意义 每一个进到这个program里面的人呢 都要在十周以内提出一个 能够在十年内改变十亿人生活的一个计划 也就是他希望我们到这个学校里面 脑海里想的不是只是赚十亿美金 而是如何影响十亿人 他们或者我们深深的相信 只要你能改变十亿人的生活 你当然就会有十万十亿美金的收入 那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有趣 所以也吸引了全球非常非常多厉害的人 一起来参与 每年他招收到几千份的报名表呢 一年只能招收八十位 那他吸收到的包含google x的一个 比如说德国的一个工程师 然后包含这个巴西来的master car 万斯达卡的高级主管 包含这个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心理学博士 这个牛津大学的一个生物学家 还有非常多美女工程师 菲利普高阶主管 墨西哥 而不是巴西非常有名的喜剧演员 这个在阿根廷非常知名的一个创业教主 这个以色列的科学家 这个特斯拉 Tesla 电动车的一个机械工程师 德国的骇客 意大利的量子物理学家Ricardo 我们都我自己细生 族繁不及贝宅 实在有太多种不同的种族的人 在这样的一个program里面聚集在一起 去希望能够了解到底未来是什么 我们未来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 到底现在的科技将可以为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每年80个学员被聚集在这里 那今年的80个学员 一共来自35个不同的国家 很幸运的我是其中一位 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事实上就是十个礼拜呢 都在一个由NASA联邦学用建筑改变成的一个教室里面 去接受不管是从Stanford Berkeley Harvard 来的各自各样从学界产业界的教授 来告诉我们现在的科技技术到底到了哪里 那事实上十周的课程我很难在这样子的一个短短的一个演讲里面告诉你 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在那里得到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精神 跟一个思考翻转的关键词是什么 只有一个字 Exponential 也就是指数型的 只要学过数学的可能都知道Exponential 就是一个指数形态一个发展的一个数列序列跟一个速度 在那里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思考来重新思考科技 Exponential Technology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来改变我们自己的思维 Exponential Thinking 我们用我们这样的想法来改变我们的组织 Exponential Organization 什么样的组织可以运用指数型发展科技 什么样的组织可以在指数型态发展的一个高速改变的一个 这个世界里面存活 我们在那里做一个非常深入的讨论 到底什么是Exponential呢 我们先回过头去看历史 人类的历史15万年 过去的发展方式其实很明确的是在地化 而且是线性成长 从一句成语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什么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你要盖一座罗马城 你必须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一天一天的一步一步的把它盖起来 而且你不可能今天在罗马 明天在巴黎 不可能 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以前我们过去人类历史是在地化的 是线性成长 linear发展 不过去年2014年 今年2015年 世界其实早就大大的改变 哪里变了 我们现在变成全球化的发展 今天你在巴黎 明天你可以在纽约 甚至下一秒你就在东京 怎么办到呢 网路嘛 背后这张图呢 其实不是什么电力分布图 背后这张图呢 其实是Facebook的分布图 每一个亮点都代表 有一个人在这个地点用Facebook 亮点跟亮点之间有联系的地方 代表这两个人 这两个地方的人 有透过Facebook再互相联系 Facebook在今年 它的使用者人数已经突破11亿人 如果就一个人口统计来看 如果把Facebook当成一个虚拟的国家 它已经全世界第二大人口的国家 是第一个跨种族 跨文化 跨地域繁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虚拟的人类的组织 这张图其实有几个有趣的地方 第一个是这块地方有点黑暗 大家还认不认得 是我们的对岸 对岸目前还没有办法合理而且合法的 使用Facebook 当然中间呢 这投影机品质还不错 可以看到一些微弱的亮点 他们正透过冒着生命的危险 跟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 不过最近可能已经没办法了 中国的VPN已经完全被遮蔽了 那当然还有另外有趣的地方是台湾 台湾其实在2008年只有10万人 在Facebook上面 到了2010年的时候 台湾在Facebook上面使用者的人口 已经超过1000万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世界的发展 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罗马已经不用一天就造成了 而且所有的事情 都在非常高速的指数化的成长 你发送一个讯息 可以瞬间联系到5000万人 这个就是现在的世界 跟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在西人大学经常讲的一句 也别讲成语了 朗朗上空的话 是一个NASA已故的科学家 We live in an extraordinary time 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平凡 一个非凡的时代 这个时代其实被指数成长 这样的一件事情所掌控 已经跟过去的linear的一个发展 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到底指数成长 什么样的感受啊 你这样讲指数 指数 线性 所以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你非常简单的了解 什么样是指数成长的力量 我请大家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现在走路 我如果线性的走三十步 在这个前面 我走三十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走三十步 会来到第三十步的位置 对吧 如果我们指数的走三十步 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 当我走到第三十步的时候 我会在十亿七千三百七十四万一千八百二十四步的位置 我会来到十亿的地方 这个就是线性跟指数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同样都是跃进三十次 你用线性的跃进三十次 你就是到三十 但是当你用指数的速度跃进三十次 你很快就会来到十亿 可以绕地球二十八圈 这个就是线性跟指数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齐人大学 我们在被教导 希望能够转换从我们linear的脑袋 跟上我们exponential的发展 在那里我们看的是指数形态发展的科技 包含高速运算的电脑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 robotics 快速发展的一个机械科技 3D列印 合成生物学 还有一些数位医疗 但是当然我们也不会放过 让这些科技得以发展 或让很多本来无法完成的计划 可以完成所谓 我把它取作众数科技 也就是所谓的 cloud technology 或是cloud的tool 第一个 透过cloud 我们可以收集到非常多的biodata 我们透过cloud 我们可以分析更多的资料 我们可以做big data mining 我们透过cloud 我们可以做crowd sourcing 我们可以群众募资 crowd funding 我们甚至在DIY社群也透过网路 也能够一次的接触到更多更多的人 改变更多的事情 甚至所谓的创意发展 创意发展 用创意改变社会 也可以被重包出去 就是所谓的crowd creativity 所谓的指数形态的发展 带来了非常多技术上的爆炸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exponential technology 包含最明确的就是这个 感测器技术的指数形态发展 我们回过头去看1975年的第一台数位相机 多少万画素啊 1万画素 1万画素的数位相机 3.6公斤 1万美金 1975年 40年后 40年后 2014年的数位相机模组 在各位的手机上面 早就突破了1000万画素 小于10公克 每一个digital camera module 小于10块钱美金 大小比你的指甲还要小 解析度比当年1975年高了1000倍 亮度可以看到的东西提升了1000倍 价格便宜了1000倍 你把它全部盛起来 这个产品在40年内好了10亿倍 你有没有办法去想象 如果再过40年 或者甚至更快再过20年 再好10亿倍的数位相机长到什么样子 会不会是比苍蝇的眼睛 或甚至比苍蝇的副眼还要小 那样子的一个时代 是科幻小说吗 不是 我们的时代 对这个时代来讲 就是科幻小说 刚刚那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还有更多 大家看一下这个 很巨大的机械是什么 1960年代火箭内部的导航 专用的感测器 造价数百万美金 20公斤 做三件事情 导航定位加速度测量 这件事情呢 在2014年 这一台这么大的机器 所做到的所有功能 已经在各位的口袋里 每一台手机里面 手机里面的 智慧型的手机的加速度计 小于一块美金 智慧型手机用这些感测 GPS的晶片加起来 成本小于三块钱美金 能做到的事情 跟1960年代 造价数百万美金的东西一模一样 第一台商用的GPS接收器 1981年发售 24公斤 你要买的话呢 要花10万块美金买 你才能够收到说 我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在哪里 现在你的手机里面 每一个人都有GPS接收器 大小比你的指头还要小 你放在手上吹一下就不见 在2011年以后呢 它的造价成本 早就低于5块美金 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件事情 你回过头去看 当年 这个男人 在各位也许高中大学的时候 这个人应该还蛮酷的 他当年上杂志封面的时候 被誉为全世界最酷的男人 他身上有最厉害的科技装置 有随身听 有这个speaker 有CD 有微型计算机 录放影机 录音机 收音机 放音机 全世界最酷的男人 20年过去这些 已经全部都在你的口袋里面 所有东西都在你的口袋里面 而且 for free 你在你的口袋 透过一台 可能体积只是一个计算机size的东西 你可以录影 你可以录音 你可以上网 你可以拍照 你可以上传 你可以做任何以前 可能全世界最酷的男人都做不到的事 这件事情之所以可以实现或发生 其实都是因为科技发展的速度 是exponential 而我们过去人类的思维 跟没有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时代的时候 我们是线性发展 有了information informatics technology的发展 人类的速度开始变成指数形态 你可能会问 那我们已经在顶点了吗 我们会不会已经在这 最酷的男人已经变成 在我的口袋里了 那现在最酷的男人 大概也没办法再变得更厉害了吧 是吗 不是 我们事实上 才达到exponential curve的 need of curve 我们现在才在膝盖 接下来还有这么大一个高速发展的距离 但是呢 我们现在的心智或思考方式 也不是很不幸的啊 就是说很正常的 我们还停留在这条线上 但是世界已经开始高速的发展 所以这一个gap 这一段exponential的reality 跟我们的linear的mind 中间的gap 其实就是造成现在很多社会变动的原因 不只造成社会的变动 也造成企业的剧烈的一个改组变化 所以这段距离很多经济学家把它叫做disruptive stress 一个破坏性的压力 当科技高速成长 你没有办法跟上这样的速度的时候 你的企业就会被破坏 所以很多人必须要赶快了解exponential的thinking 在齐点大学我们不这样看待 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所谓的stress 我们把它叫做opportunity disruptive opportunity either你是被破坏 或你就是透过这个机会来破坏现状 破坏别人 创造新的价值 什么样的opportunity呢 我们来看几个exponential发展的技术 第一个很明确的 3D列印大家都在讲 但是呢 现在台湾都在讲3D列印3D列印 我们在矽谷在NASA讲的3D列印 已经跟台湾在跟我们讲的不一样了 我们的3D印表机呢 是上到太空去的 这一间工作叫Mailing Space 他们制作出了人类第一台太空3D印表机 太空人在太空站里面可以直接列印他所需要的板手 螺丝还有维修的所有器具 他不需要通过火箭送到太空站 这样子的一个机器必须克服非常多的困难 但是呢 所制造出来这样一台机器的人 其实也是齐仁大学的一群非常新的学员 他们是2010的学员 这台机器呢 已经在今年顺利的发射到太空 已经替太空站开始服务了 那这样的一台机器呢 我很有幸呢 在他发射到太空之前 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刻呢 跟他留一点核影留念 核影留念 那3D列印不只上了太空 他未来也持续会在地球上面改变人类的生活 但他会印什么? 印什么小玩具吗? 印什么小挂钩吗? 不是 现在国外 这个我都要讲国外还讲哪里 总之这是一个中国的团队 他们所进行的计划 3D Print House 用3D印表机印房子 大家觉得很科幻吗? 不是 他把这些元件全部列印起来以后 透过组装的方式 他可以组出一个房子 这个就是3D列印的房子 这个也是3D列印的房子 看起来很boring吧? 但是未来当这个技术好10亿倍的时候 他盖出来的房子 可能比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还要更好 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在研究 怎么样用更有效率的方式 不用透过人的组装 是一台机器用移动的方式 就把房子给列印出来 甚至是有可能盖出移动房子 或甚至盖出一整个社区 只需要一个人 这些事情不是Research Paper This is reality This is not the future This is now 那这些 当我们3D列印 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 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 exponential发展的科技 包含这个 这个大家可能有些人知道 叫无人飞行器 四轴飞行器 四轴飞行器 四轴飞行器拿来运输 Amazon说要拿它来运货 你早上订货 就会有一台飞机 从窗户飞进来 把货放到你的房间 这件事情没什么了不起 现在我们在那里讨论的是 怎么用无人飞行器 来改善粮食的生产 让无人飞行器加入 所谓的agriculture revolution 央食革命 我们透过上面装设的一个感测器 跟这个temperature 感温的camera 感温的camera 加上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感温 感湿度的一些感测器 它透过飞行的方式 可以帮你像扫描器一样 扫描几公顷的农田 你完全你只需要躺在家里 也不用躺着 你可以坐在家里 喝着tapilla 喝着高粱 这个就完全帮你monitoring 你的一整片的农田 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你再过去处理就好 那这件事情呢 也不是未来 而是现在 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不管是南美洲国家 或很多很多的国家 其实都已经开始用这样的技术 来改善他们的一个量子的生产 那这个学 这个人叫Sermando 他其实是我们今年的一样是学员 而且是我的室友 那他回到墨西哥之后呢 他用他的 他自己买的无人飞行器呢 做了另外一种粮食隔壁 他做了 他发明了一个运动 这运动呢 有两个 两个元素 一个是无人飞行器 drone 一个是鱼 他用无人飞行器来钓鱼 这个运动简称 drone fishing 我们现在把它叫做 drone fishing之父 这也不是开玩笑 事实上这真的有一条线 而且呢 它是 这一次它是用手 来控制无人飞行器钓鱼 下一次 我是不是可以用电脑来控制 当无人飞行器可以种田 无人飞行器可以钓鱼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 是不是还有很多很多 更多的机会 可以去让这一些有趣的事情 来改善人类的生活 那它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学员 还有什么是Exponential的 很重要的是Biology跟Informatics 当我们在西远大学上课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未来三十年 两个关键字 就是Bio加Informatics 因为高速电脑的发展 因为云端云算的发展 很多以前要花好几个礼拜分析 要花好几万块美金分析的 所谓DNA Sequency DNA订序 你只要上网按一下order订购 99块美金 一个礼拜内 它就可以帮你全身的DNA 三万组的Genome 分析出来 这件事情在过去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现在变成了一个消费性产品 这个也不是科幻小说 这叫23andMe 他们目前已经收集了60万组人类的DNA 是世界最大的DNA资料库 创办人是Google创办人的太太 这样的一个科技未来还有更多更多的发展 包含其中一间很有趣的公司 叫做Instant Chemistry 它说如果我可以知道你的DNA 我也可以知道它的DNA 那我甚至可以帮助你找出最符合你的DNA的另外一半 找出你的化学吸引力 然后找到可以被你的化学吸引力吸引的人 事实上DNA sequencing即将开始被拿来做各式各样的应用 如果DNA sequencing或Bio technology可以改变人的生活 或改变人 那是不是可以改变植物 当然可以 这个计划叫Glowing Plants 是一个一样是齐人大学的学员所创办的一间公司 他希望透过基因改造 让一个植物种下去之后就可以发光 种下去可以发光有一个好处 是当这样的一个植物在第三世界国家 它没有电力 它没有灯光 它没有光源 但它需要光源来做教育 或来做工作的时候 它只要种一棵树 或种一些草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也是透过 它这样一个个人所创办的一个小的一个startup 所完成 那他说呢 因为发光植物目前还太过机密 所以他只能给我看他心中的发光植物 那这个是创办人 那这个人是谁呢 Ed Boyden 他是来我们这次齐人大学的演讲的讲者之一 也是这一次最令人震撼的一个分享 他的研究 他是被誉为下一个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 他的研究内容是什么 是这个 这是一个透过光纤传感器 是非常极细的一个导电光纤的一个控制器 控制什么 老鼠 他透过Bio的一个分析 去分析老鼠的运动 是哪一些脑细胞或脑区在控制的 他透过这个植入的方式 在打光纤的讯号 他可以trigger本来脑鼠的这个脑部的电流 在trigger那些脑区 他当时给我们看了一部影片 非常的机密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放给大家看 这个光纤的光一打 这个老鼠就开始看到他往右转 光纤打两下 他就往左转 当光纤都不打的时候 这只老鼠就停下来 我们当时有人开了一个很不太好的玩笑说 这个叫做光学滑鼠 也不是 但是总之呢 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也不是科幻的小说 这是他大概09年左右 在tagtalk上面所分享的 当时呢 还有一条线连接到老鼠的脑 今年他来分享的时候 这条线已经剪掉了 现在已经变了wireless 无限的控制了 这一个所谓的老鼠 一个生物 大家听完他的talk的时候 都会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控制老鼠的行为 必须知道老鼠的大脑 运作的区块 如果你现在可以用区块的方式 来分析脑部的运作 并且可以控制它 你甚至可以back up 那我没有一天 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来分析人的脑袋 我可以分析更仔细 更高resolution的 脑部的运作 当我可以分析到最细的 成分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可能 back up我的大脑 我是有可能 upload 我的大脑 如果我的大脑可以upload 我是不是可以download 我是不是可以下载 这件事情听起来有点 我们道德issue先不管 我们社会议题的issue先不管 从记住的角度来看 他听起来很科幻 但是在Tentalk的讲台上面 跟齐点大学的讲台上面 都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答案是什么 大家猜猜看答案是什么 yes 他的回答是yes 还有什么是exponential 数位医疗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钳子吗 不是 它是一个非常微小而精密的 一个手术的仪器的 一个部分 而且这个仪器还有很多种 不同功能的一个所谓的触手 这家公司叫DAVINCI 他所开发出来的机器 有很多不同的触角 可以依据你所需要的功能 来替人类动手术 这是他的手术房的样子 大家注意一下 医生不在这里 医生在旁边 旁边的护士只是照顾他 照顾这个所谓的数位医生 但数位医生事实上 是透过一个虚拟实境 一个双眼的立体画面 跟一个手铺的控制 透过网路连线 在控制这台手术机 目前自动的功能有限 但是大部分的手术 还是需要医生来控制 但是我当时去参观 这个工厂的时候 我也非常的惊讶 而且我说 既然医生可以透过这台机器 来替人动手术 那我是不是医生根本不用在同一个房间 我病人是不是在美国 我的医生是不是可以在东京 那答案当然是 theoretically yes 就是理论上当然是可以的 但目前呢 因为网路的速度 跨过还没有办法 那么的快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中间可能 100ms delay 医生可能就来不及反应 但是目前日本的行动网路 LTE的latency 已经低于5ms 所以这件事情即便无法跨过 是不是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会开始变成是一个所谓的 境内的远距离量 这台机器的最新一代呢 这么大一台 后面有一台 后面没有任何的这个连接线 只有一个这个叫做插头 插头 它就可以运作了 这样一台机器也不是科幻 而是已经卖得很好的一个产品 全世界有2700台达文锡手术机器 在世界各地帮助别人 30个国家 台湾呢 听说也卖得不错 也是其中一个 那还有哪一些数位医疗 是应该 而且也可以被想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可以接触咱们 想象律 不过为了贴片,它可以做到生理政策。 有所谓的初步的判断,当你的小孩不舒服了,他可以透过这段时间所侦测到的一些数据上传到你端,把判断最需要做的事情。 这家公司叫Scanadu,它也在群众募资上面获得非常大的成功,也是齐点大学的学员所创办的办公室,就设在NASA美国太空总署的延续里面。 事实上有非常非常多的领域正在高速的前进,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的是Space Technology。 现在很多的自拍已经不在地球上,这是火星上面的探测号,它自己的selfie,就是自拍,自己拍自己。 这是太空人的Space Walk的自拍,2013年的圣诞夜,太空人在太空上的自拍。 人类已经开始能够去到更多我们以前不一样的地方了,这是当然,大家都可以尽数。 但是呢,其实还有更多更新的科技正在发展,这是什么? 这个叫做Nano Satellite,所谓的奈米卫星,它的size只有你的手掌这么大,里面运行的就是你口袋里的智慧型手机。 你只要买一个Nano Satellite的壳,把你手机放上去,打到太空上,它就可以运行成为一个个人的卫星。 这也不是科幻小说,已经有这样的卫星在太空轨道上面运作。 这样的一个device,它可以运作60天,待机4年。 这已经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科技了。 当然前阵子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欧洲太空总组成功的让人类的这个探测器, 着陆,顺利的着陆在彗星上面。 大家以前看这个布鲁斯威利的电影啊,什么世界末日啊,科幻电影啊,对不对? 人怎么可能停在一个飞得那么快,我连许愿都来不及的彗星呢? 现在的科技,我们已经可以准确的降落在一颗飞行中的彗星上面。 这个就是我们欧洲太空组织设上去的这个装置。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3D列印。 其实3D列印现在的技术不只可大可上太空, 其实它可以开始模拟自然。 通过3D列印的技术呢, 真跟假虚拟科幻已经快有点分不清楚了。 这是3D列印印出来的石头, 但它看起来跟实际自然界的东西一模一样。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所谓的衣服的材质, 一个closed material, 它不是一块布, 它是用3D印表机直接印出来的。 印出来之后,直接就变成一件洋装。 这也不是什么3D建模,随便建一建在骗你的, 不是哦,已经印出来了。 这就是用3D印表机直接印出来的。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它印出来的那一段画面。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它印出来的那一段画面。 OK。 好,大家想像一下它印出来的钥匙。 大家稍微等一下。 好。 好。 印出来会是一块这样的东西 因为它透过一个折叠的运算 大家直接看我快转 所以它印出来之后呢 它把它展开 它就可以直接变成一件衣服 完全不需要组装 也不需要透过缝制的过程 它只有一台机器一次可以产生一件衣服 那当然透过3D列印也不只是可以列印出正常的服装 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在试着透过3D列印 来印出其他组装成其他的所谓的制服 uniform 在这里呢 其实可以看到这是美国的消防队开始运用所谓的3D列印出来的一个所谓的灭火装 灭火装 所以其实已经有很多你看似无关的技术被用在许许多多不同的领域 还有什么是Exponential 当然不用讲 Robotics Robot Technology 机器人的技术 这张照片是什么 这是Tesla的工厂 Tesla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动车的一个品牌 近年来非常非常知名 这是Tesla电动车的工厂 弱大的工厂里面只有一个人 这是纽约时报的报导 也不是我乱去截图乱讲的 纽约时报的报导 这样子的一个工厂 真的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来管理 我遇到了这个在接纳学的时候 遇到台湾人在Tesla的工程师 我问他 我给他看这张照片 我说这是媒体在唬烂 这怎么可能这么大的工厂 只有一个人 他说这张照片是真的 而且他们真的整个产线里面 很大一块里面 只会有一个人 在做最低限度的管理 那这时候呢 我只好这个问他说 那是不是有些事情是人没有办法被替代的 我们所担心的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的人未来 会不会还能管更大的区域 或者甚至连这样的人都不用 我说我们人是不是有一些组装的过程啊 我们人的手比较细腻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机器做不到的事啊 他说你错了 现在这些机器正在做的事情 都是人做不到的事情 因为你有一些组装的角度 因为人的手根本够不进去 所以机器能够做的 反而在组装 至少在生产组装的事情 做得比人好得太多 那当然 因为机器人的技术进步 所以甚至机器可以做到很多很细微的控制 但最近最知名的就是Auto Driving Uber的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 大家放心 很快连Uber都不需要 Google的Self Driving Car 你觉得这很科幻吗 很抱歉 Google前几天的新闻稿 它们将在两到三年内量产这台车 两到三年内你就可以上网订购一台 即便不是在台湾 在美国 你很快就会看到Self Driving Car 里面是没有司机的 你只要输入地点 你甚至不用打字 你只要讲 甚至别人赖给你 你只要按一下 上传到我的车子 你自己就移动过去了 科幻吗 这其实就是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今天我们给你们有些特别的特别 们的一位粉丝们 大家一定会出现 第一个人 外国的车子 在我们的车子和车子 从 Google全里连你 好,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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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effect? there's no steering wheel in the rim 叢着用途中 yeah it was a big decision for us to go and start building our purpose-built vehicles for us and really they're prototype vehicles they were a chance for us to explore what does it really mean to have a self-driving vehicle but in the small amount of time we've been working on it we have functional prototypes it's exciting it's really cool 它就像很空间的感觉 好啊 我手里有点讲 你说 你却放松 你不会做什么 它知道我需要停止 它知道我需要走 它其实达得比我自己的车 是 她真的喜欢 它渐渐了 之前它过往下 你可以想像一件事,當人類在開車的時候,腳能操作得多細緻啊,沒辦法。 你想要慢0.5%做得到嗎?做不到,但機器做得到。 它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事情。 和計劃那種重題,無能自信任何個問題和氣餓,發生他們的良好的問題。 這很大聲,如果能入籠,不讓你煩惱在車裡頭和学生的理想, 和非常適合。 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帶你去最適合的道理。 超感我寬恕。 I love with this whole concept Our lives are made up of lots and lots of little things And a lot of those little things Most people have to do with getting from place to place In order to connect and do things Be with people, go places that they need to go And do things And so there's a big part of my life That's missing And there's a big part of my life That self-driving vehicle will bring back to me This is a first step for us And it's really exciting to see the progress we've made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just move around And not worry about it It's going to be incredibly empowering Incredibly powerful for people I love this 要能夠坐到這樣的一台車 其實裡面還需要 除了機械以外 另外一個exponential的科技 是什麼?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 我們都覺得電腦很聰明 當年打敗了森蘭 後來做了越多 愛越多的事情 但是呢 兩年前 這個是IBM的一台 最新的人工智慧電腦 叫Watson 叫華森 在美國的即時 人類的意志 競賽節目上面 打敗了人類 而且這兩個人類 還不是路上找來的 是人類競賽中 一路爬到最後 得到了冠軍的兩個人 跟電腦對打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們 贏的這個分數 電腦贏的錢 比這兩個人類加起來還要多 在搶答的速度上 電腦按鈕一定按得比你快 在聽題目想答案的速度 他也已經想得比你快 這個也不是科幻 只是兩年前的過去 而且現在Watson的電腦 已經開放給每一個人 都可以上網申請來使用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現在 正在發展的樣子 所以我希望大家回過頭去看一件事 很多人都曾經聽過 有一個東西叫什麼 Murse Law 摩爾定律 有學過工程的都知道 摩爾定律的意思是 每18個月電晶體的體積 就會小一倍 它的速度就會快一倍 所以它其實是某種程度 每18個月 exponential發展的產業 但是當年它只講了一個產業 叫電晶體 computation 但是現在我們講的 exponential technology 我們所講的意思是 它不是只是單一產業的變化 現在我們看到的摩爾定律 已經像是一台高速前進的火車 它是一列火車 當年摩爾提出來這個電晶體的 這個速度的發展 只是這一台高速火車的火車頭 所有的產業都在這幾年當中 被這樣一個高速發展的火車頭 給拖著走 後面有什麼 有sensor network 有robotics 有3D printing 有synthesic biology 有digital medicine 有nanomaterial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太多太多的東西 都將被這樣高速發展的 一個列車給拖著走 那這個列車所帶動的一個所謂的變遷 就是我們的社會 不只是社會的變化 還包含所謂的經濟的變遷 當人們開始失去他們的工作 當工作型態大幅的改變 當科技變到每一個人的口袋裡面 的時候 經濟也會開始改變 這是我們目前正在討論的一個 topic 叫 exponential economics 它講的意思 不是在講經濟將會 exponential的起飛 如果能量當然也很好 而且有可能 但是呢 以首當其衷的切斥 很多人的事業 這是一本書 在美國也非常的廣為流傳 Google的創辦人也在提這本書 Robot will steal your job 雖然說 他很好心的下了一個副標題 叫but that's okay 但是這個that's okay 有很多很多的條件 包含人的心理的教育 政府的準備 企業的準備 各式各樣的條件 才能夠讓but that's okay 成立 事實上很多人都已經開始體悟到 所謂科技帶來的社會壓力 經濟壓力 失業的壓力 以及所謂社會變遷 整個世界 其實是被那樣子的一個 disruptive stress 所籠罩 所以事實上呢 很多人開始緊張起來 這一個區域叫性人核 叫做amigala 是我們大腦裡面看到 聽到東西的時候 會產生反應的一個腦區 性人核的功能是讓動物能夠挺身而戰 或逃離危險 我們剛剛聽到很多東西 有所謂的機器人 有人工智慧 所以事實上很多人開始覺得危險 在矽谷已經開始有很多的組織 開始protest走上街頭 想要阻止科技公司再往前進 他們想要阻止這條高速發展的 Explanetial的列車 不要講拖垮 就帶著人類的社會往前 快速的變動 當人工智慧 機器人 3D電影 取代很多的工作 很多的工廠 他們所說的是 dark days for the middle class are near 中產階級這樣不存在 沒有所謂的 middle class 只有管理階層跟非常低階用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3D電影的房子 旁邊那個人就是負責 材料進去 但是一個人蓋整個社區 我不需要中間管理員 很多人開始試著要停下 這個應該要馬賽克 不好意思 讓自己把它折起來 他們試著停下Google上班的 這個員工巴士 希望阻止他們再去上班了 你不要再弄什麼self driving car 我們司機要失業了 Apple 他有手錶 智慧型手機 有iPad 很多以前能做的business 你現在不能做了 他們也停下Apple的 員工巴士 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激進分子 在感到 也不要講恐懼 在觀察 並且提出警告 史蒂芬霍金全世界最偉大的 當代最偉大的 這個天文物理學家之一 Hokin 前陣子警告 人工智慧將使人類滅絕 他已經用了很重的詞了 他認為黑洞 他是黑洞之外 他都不覺得黑洞會使人類滅絕 人工智慧 會 人會自己創造出來的智慧 會把自己滅絕 科學家提出來的 Tesla 也就是剛剛所講的電動車的創辦人 PayPal 美國最成功的這個線上付款機制的創辦人 第一間最成功的人民間太空運輸行業的一個公司 SpaceX的創辦人 人稱鋼鐵人的本尊 Iron Man的電影 在拍的時候 導演承認他所描繪的那個人的原型 就是他 Elon Musk 前陣子他在Twitter上面發了好幾次的文章 還不是只是一個 他的內容寫 人工智慧災難 五年內會爆發 到底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這件事情當然我們可以用那樣的角度來警醒 警惕我們自己 來讓我們了解社會真的很快要發生巨大的變化 不管是個人企業還是政府組織都要準備好迎接這樣的變化 事實上 吉恩大學我們還有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 吉恩大學的另外一個創辦人 我們剛剛所提過的Peter D'Avantees寫了一個非常暢銷的書 叫The Abundance 中文有翻譯版叫複足 裡面只有一個概念 直接告訴大家 他認為科技不是毀滅人類的力量 科技其實是讓資源解放的力量 這個資源 從國家的實驗室移到企業 從企業的實驗室移到你家 再從你家的客廳移到你的口袋裡 現在以前要一個國家級實驗室才能做到的事情 任何一個地方的人都可以做得到 以前在先進世界國家的人才能夠做到的事情 現在第三世界國家只要有Internet 只要有電 只要有這些科技裝置 他們也做得到 所以事實上 我們也從另外一個角度 認為 我們不太需要去過於恐懼 我們可以把恐懼轉換為 因為資源解放了 所以人類很可能達到有史以來 最高的一個富足的程度 因為機器開始幫我們做事 我們不用再去做很多很繁複的工作了 只要我們能夠控制的得當 讓資源得以擴散 我們可以每天就在家裡 翹著二樓腿 很多機器就幫我們做完 很多我們過去要做的事情 以後你的報稅 機器就幫你報好了 這些事情應該是有機會得到 我們應該要把科技當成是幫助我們人類的工具 我們應該要把這些 所以這些 這些東西 當作是我們的一個機會 這些事情也不是憑空而來 空穴來封 這是經濟學人之前的一個封面報道 Towards the end of poverty 貧窮即將被終結 所以事實上科技的力量 永遠是兩面刃 水即可在中也可以負中 你可以從恐懼的角度來看 它可能會給人類帶來毀滅 但是當我們還沒有毀滅之前 它必然還是個機會 所以今天所希望能夠跟大家講的 在指數型科技這一塊 我希望讓大家心中 烙印一個圖騰 這個curve exponential的curve 這個世界已經不再是爬樓梯1234 在走了 已經是124816 走30步就會來到10億的地方 有可能透過這樣的科技的運用 人類真的有可能達到一個所謂的富足 每一個人都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abundance 只不過我們認為 在這條路上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就是人 人其實是使用工具的人 每一個人也都必須要內建 隱備所謂的指數型的思維 很多人所集合起來的公司 組織也需要這樣的思維 所以我們才能夠透過一個又一個的 extonential curve 到達可能的付出 這是第二件 我們在企業所看到的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其實剛剛也已經提過 過去國家企業與個人的關係是這樣 國很大 企業稍微小一點 企業在國家的內部裡面運作 人在企業的內部裡面運作 人在企業工作了10年20年 從一樓被promote到二樓 升職了 這就是我們的過去 但是現在 透過exponential technology 透過科技的解放 其實很多的結構已經轉變 人的價值 人能夠做到的事情 甚至有可能大於企業 或大於甚至是一個國家 我們在那裡所做的 Memora的一個project 就是希望透過wearable camera 來破解你生活裡面所不知道的 你吃的東西 你講話的對象 所有的一切 我們可以透過電腦人工智慧來分析 然後給你生活上的建議 我們看一小段 有些威脅的 如果很小的镜子都知道你每天你所吃的东西 你所去到的地方 你所讲话的对象 甚至是所有一切的环境的参数 其实电脑可以帮你做到很多的统计 可以算分析甚至介义 刚刚那个是我们几个人的团队所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梦想 那事实上也有非常多的团队提出非常具创建的一个计划 这是其中最引人深思的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六个齐典大学 今年的学院里面有医生有科学家有工程师 所整合起来创办的一个一个project叫做B-Sense B-Sense要做的是卫生 智慧型的卫生 他们希望能够透过把微型的 Bio的晶片 侦测的晶片 等微型的WiFi Bluetooth的传输器 放在你新卫生用品里面 每一个月 它可以分析一次你的血液的变化 来帮助你监控你的身体健康 We employ technology for non-invasive self-detection of essential biomarkers Applying it to a feminine hygiene pad We are able to provide actionable insights and enhance women's health Our smart pad talks to a mogul 这个计划非常的疯狂 但是在他们Present完之后呢 得到气创投的一致赞赏 他们收到如雪片般配合的信件 因为从来没有人敢大胆到这样子去想 我们连洗脸的学员都觉得你们疯了吗 你们要把感测器 然后把无线传输晶片 放到一个无线卫生用品里面 但是在presentation technology 这件事情是真的有问题 而且一旦完成 你能够影响35亿的人 当然我们一个team可以做很远大的梦想 我们刚刚所讲的 人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可汉学院的创办人只有一个人 他在家里录制了他教数学的影片 放到网路上 现在已经教到了几百万人 所以数位的教学通过这样子一个人 达到了巨大的改变 Elon Musk所创办的SpaceX 在做所谓的民营的一个所谓太空运输 甚至是载人的载具 这件事情以前一个人做不到 一个企业甚至也做不到 可能要一个国家 Tesla电动车 很多国家想要推动电动车来让环保 可以更顺利推动 但没有人成功的把电动车卖到整个市场 这个人做到了 人的价值 人能够改变的事情 或一个团体 一小撮人能够做到的事 即将在这一个 这几年 financial的时代里面 变得越来越有可能性 这其实是我们西洋大学 所教给我们的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来看一下这个 有一个游戏 当年有数换的进展 是很急的 和事情都不会想象到 现在这一年 只能有10年或20年 之前 你 either 你一样是一样的 或是一样的 你一样会被打执行 但你不能被关注 任何关注 这些百年纪 的大租迹 我们看到了 一些功能的 和让我告诉你 它不是继续下 你能不能看到 你能看到 完整的草莓 和富翔 每个人都在灌出 我们现在有 The Programming Language 的Life Available Vidia I'd like to say Any of you 可以在一家 每次亚联盟搭水 回復地车 与信仔� 第三者 Katherine dibuj的 3D-2D since the element of the great 问题 that you collect and use all of those have been designed using 3D printing it's a very exciting time and mainly being here at the forefront it takes a certain breed of courage to take those intentions and turn it into reality the value of an idea lies not just in the idea but in the doing it it's an awesome event not only do I get to hang up with like-minded people but the sparks that fly and the convergence of ideas I think bring about this whole exponential experience to a whole new level here you get the perfect blend of the visionaries with the big ideas with the titans of industry that and turn them into reality people they check their egos at the door and have real conversations the singularity university is the opportunity to bring people from every conceivable walk of life with people that at the same time share a common aspiration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people's lives bring together people who understand a problem and people who understand possible solutions is perhaps the only way forward it doesn't matter what industry you are in the types of things that exponential technologies they're going to impact your business the information is becoming available and now people are able to do things that companies used to do and companies are doing things that countries used to do which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thing which is just how providing a company a person αυτの v quark a 接下来的五年内的重大的科技会是这几个 第一个AI人工智慧 再来VIO Robotics 3D Print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在课程一开始所讲的VR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甚至是我们刚刚之前可能曾经听过的 augmented reality 扩增实境 在这一些趋势里面到底我们的政府资源有限 或是我们的能量我们的focus的能力 我们聚焦能力有限 我们到底要看哪一块 哪一块到底会最快来到 当然每一个不同的执掌 不同的组织 他所看到的地方不一样 但是在这里明年或甚至今年 很快要发生一些事情 很明确的是VR Virtual Reality 这件事情也不是我们年轻人说 电脑的东西我们比较熟悉啊 所以我告诉你是不是 不是 给你一些证据 Magic Leap这家公司 在去年获得Google的投资500万美金 Oculus Rift被Facebook以2亿美元给收购 新台币60亿 Apple从去年年底开始大举招收VR的相关专业工程师 腾讯投资了中国的AMP VR公司200万美金 三星推出Gear VR 而且你已经可以在网站上面买到 你可以把三星的手机放进去 就可以体验VR 而且迎战已经销售50万组的Google Cardboard 事实上VR技术已经不是新鲜的事情了 但是透过Exponentially的发展这些科技 它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小 这是过去的虚拟实际眼镜这么大 里面也一样 是给你看两个画面 让你觉得你身理其境 左右眼得到立体影像 现在我们可以得到非常越来越缩小 而且你甚至可以用手掌来操控 到现在这是三星所推出的 你可以把你的三星的手机放进去 你就可以开始体验VR 它本身甚至是不需用电的 以及不管是任何一家手机都可以放进去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影片 它甚至你只要戴一个戒指 就可以控制虚拟世界里的东西 那当然也不用提的是 我们今天有带来给各位 要当作发问礼物的Google Carbon 只要你带上这个Google Carbon 你其实就可以很轻易的 通过各家的手机安装APP 甚至上一个网站 你就可以体验到 待会我们有机会 可能会在后面稍微展示一下 所谓的它的这个demo 那如果有兴趣 或者你认为你待会会发问 会拿到的人 你可以把这些网址拍起来 那我们目前呢 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 那我想说还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它到底运作的感觉是什么 OK 这影片 好像不是很成功 我直接用APP给大家看 我先看一下网路上的 OK 是 现在手上 现在那几个台机器在谁的手上 要不要去一下 你的桌上有没有一台机器 有没有 好 OK 有一些人有 那也许待会可以 稍微在你的手机上面装一下 这个 网址在这里 如果是Android手机的 你可以上这个 那如果没有拿到那个 没有拿到眼镜的 你其实也可以试玩这两个东西 一个叫AirPanel 那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把画面切过去 稍微动一下 待会把它放回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球赛 我的手机只要移动一个角度 其实我就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看到 这个球赛 在重播的 不同角度的画面 等一下 因为现在这里有一些讯号 不是很稳的 我也可以用手指 那我也可以用我的 这个角度 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而且这是一个website 这是一个website 你根本不需要安装app 所以之后呢 有一些app 有一些website 已经开始做到 所谓的 我可以把它左右分成两边 那你就会看到 是立体的画面 那我在这里也可以demo 另外一个服务 这个是我用这个360度的camera所拍摄的101烟火秀 我可以看得到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是 等一下稍微找一下台北101烟火秀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是 等一下稍微找一下台北101烟火秀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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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一个角度 包含我自己 都可以被录制下来 那以后这样的画面呢 在google的这个carboard里面看起来呢 会是这个样子 会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会斗鸡眼呢 你可以斗斗看 基本上你的左右眼呢 就会看到两种不同的影像 我这条线有点短 大家待会下个机会的话呢 可以用旁边的这个来试用一下 那其实这个音效应该是很不错的 但我设定没有设定好 好 先把它再除一下 那待会呢 我会把一些机器装起来 让大家可以体验 所以事实上呢 虚拟实境的整个产业 即将在 google的预告是这样 今年即将所有的device 会很高速的被铺展到整个产业 整个market 这件事情所言不假 你以为这是很新的技术 其实不是 这是到今年为止 已经在市面上 可以买得到的虚拟实境的装置 是这些 那我们刚刚看到一开始的这个 耳机 未来世界的耳机 这是它今年的版本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如何指数型的缩小 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人带这样的耳机在路上 你根本不知道 那个其实不只是耳机在搞什么 这件事情在一年内就已经发生 而且 这是一个真正的产品 这不是什么3D合成的 你如果上个月有飞到Las Vegas 你都可以玩到这台机器 OK 那刚刚的这个Genus VR 也有越来越新的一个进展 你可以在里面建造你自己的世界 你可以在里面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今天基本上这边就不放了 请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 What will people see in the future 到底人类在未来这样这样的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他们会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未来有多少人可能会带着一个这个 就坐在沙发上 他可能已经不是沙发马铃鼠 他可能是某一种沙发上的植物 Anyway 可能不只是我的小孩 可能甚至我的父母 甚至我自己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 因为这样一个新的媒体产生转变 虚拟世界里面又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 What will the change What will the world change in the future 未来的年轻人很可能已经不是什么 什么线上游戏成译啦 上网成译啦 Line成译啦 他可能是VR成译 那我们也不要讲成译 而是说这本来就是一个新的媒体 一个新的世界 我们以前都在说小朋友 不要再看手机眼睛会坏掉 那我也不要讲你们 我相信 现在有很多的大人 很多时间也必须要靠手机 当你现在认为只有年轻人是你的 才用的科技 事实上他总有一天会到各位的手上 到各位的口袋 不用也不行 OK 所以各位一定是要在现在就开始想清楚 到底哪些事情 会在这样子的一个 已经全世界各大企业 上个礼拜 微软已经宣告 他今年会发表一款虚拟世界的眼睛 叫HoloLens 是目前市场上被公认做得最好 今年你就买得到 OK 所以虚拟实境 虚拟世界 即将来 你政府到底可以做哪些事情 我们要去思考的是 虚拟世界的使用 这些产品 是不是对健康造成危害 这些应用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东西 是我们必须先注意的 里头的规范是什么 我们要streaming这样的一个content 我要造法虚拟世界 我的网路平宽 不能比别人慢 台湾目前的4G LTE the latency 30个ms 也就是我这样动一下 对方可能画面上 30毫秒以后才会看到我动一下 日本的LTE是5个ms 也就是如果我在虚拟世界里跟日本少年打架好了 我一定输给他 因为他的反应就是比我快 如果虚拟世界是一个小的社会 他是不是也会有大七小强七弱 小朋友在里面他所遭受到的会是什么 而且他遭受到的 体验到的已经不只是文字或画面 他体验到的可能有动作 可能有更真实的心理上的感受 虚拟世界虽然有可能的危害 或者可能需要注意的地方 但他也一定有很明确的 会为人类带来好处 包含所谓的心理的附件 身体的附件 在医疗上的应用 早就有了很多人在探讨 当然也包含所谓的劳动行为 如果人可以在电脑荧幕前面 远距的工作 更何况在虚拟世界里面 已经有人开发出一个城市 是我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 打电脑写程式 为什么他还要在 不在自己的桌子前面打电脑写程式 因为在虚拟世界 他今天叫他下雨就下雨 叫他出太阳就出太阳 我的房间有多大有多大 那在虚拟世界里面 我可不可以成立公司 我可不可以创业 我的大楼在虚拟世界 我可以是飞在天空的 这些东西虽然很疯狂 但这件事情很快就会来 我在虚拟世界 我可不可能接受一个派遣去 另外一个人 虚拟世界里的大楼里打工 他付我的钱是Bitcoin 比特币 数位货币 那我的收入我还要缴税 这些问题都不是科幻小说里的问题 而是很快就要发生 刚刚我们已经讲了 在虚拟世界里 所有在这个真实世界里 所做到的不改创新或者创业 或者是文化创造 都会再次的发生在虚拟世界里面 我们准备好了 甚至是如果虚拟世界 我们可以放映如此多维度 如此丰富的数位内容 我们准备好了吗 当全世界各国的美术馆 都已经可以让你戴上眼睛 就Visit 那我们的呢 好 这些事情已经不是以前说 我们数位化了 我们已经在网页上了 你在网页上 不代表你就在虚拟世界里面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 希望最重要想要告诉我们 除此之外 你希望帮大家review一下 我们刚刚所提到七年大学 带给我们的一些反思 第一个希望让大家知道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所有的事情一定一直在变化 而且在这个高速变化时代 它变得更快 是幸也是不幸 是不幸也是幸 第二个如果你不再自我摧毁的创造 再重新创造 别人会 不管是个人 不管是企业 不管是市政府 不管是 就总之 有很多的东西 会被重新摧毁 再次创造 不变就等于死亡 竞争对手 将不会再来自海外的企业而已 而是全世界的创业者 未来很可能乌干达的一个startup 会带来一个新的产业 现在一个几个人新创的公司 几年前新创的公司 Uber 就带给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的政府 开了那么多时的会 改变那么多的法规 才一间公司而已 你能不能想像 10加上Uber这样的公司 在接下来的10个月内 来到台湾 所有的规则 你如果没有先想过一遍 你要怎么面对这些高速前进的这些 新的企业 指数型的思维和众的力量 绝对是在各位的心中 要占有一席之地 Exponential的technology 即将高速的改变我们的未来 Croud sourcing众人的力量 也即将改变不管从个人 企业到政府到一个国家 观点等于一切 如果你没有以上这些观点 我们就很难 跟这样子的一个高速成长的世界 一起前进 接下来的30年 会是我们很重要的30年 2045年是企业大学所预告的 未来的一个突破点 在那样的时间点来临 人类有很多不可以被解决的事情 都被解决了 未来30年的企业家 是现在15岁的青年 我们现在所建造出来的社会 跟国家 就是我们未来国家的样貌 跟缩影 我们必须在这30年内解决 很多关键性的问题 包含未来的发展 但事实上我们也必须 好好面对过去 台湾是什么 中国是什么 世界是什么 我们也必须对未来人才的培育 做好准备 他们必须要能够跟电脑 人工智慧 机器人竞争 他们三个力量 比电脑更强的 第一个是创 第二个是情感的 深度的思考 第三个 他们必须能够人类的一个保障 我们能够做出 比电脑 人工智慧更大胆的决定 而且更大胆的改变 就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图一样 exponential的technology 还是有人可以来控制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我是格鲁钧 保博士 感谢各位 谢谢大家 感谢格奖做精彩的演说 请各位再次一热烈的掌声 谢谢格奖做 接下来歌曲时间为十分钟 请大家下一节课准时入座 谢谢